穿越至兽室,我竟成为唯一的人类。这里的雌性尖毛茸茸,而兽人竟妄图将我抢回家做媳妇。瞧他们个个高达两米,身形魁梧。我取出偶然捡到的柔弱小黑兔,宣称我与他才是一对。 然而,兽人们却满脸京剧,即刻匍匐在地,高呼,老大,您怎么被抓了?我们对嫂子绝无他意。 姐妹们,点赞可长高十厘米,评论能瘦二十斤哦。 跟团走散后,我彻底迷失了方向。 在饥饿难耐之际,我于陷阱中捕获一只黑兔子。 他圆滚滚地,犹如两个巴掌大的眉球般。 兔子睁着红彤彤的眼睛,满脸无辜又可爱。 在他身旁,还躺着几具紧剩骨头的猛兽遗孩,仿佛被某种怪物撕扯吞食殆尽。 我纠结许久,终究不忍心吃掉兔子。 毕竟这么多天来,这是我首次见到如此无害的小动物。 丛林中,不时出现七八米高的大象以及树桩般粗壮的蟒蛇。 这种小可爱,最适宜陪伴了。 兔兔,你就陪着我吧,你就叫小黑好了。 我将它揉进怀里,不顾黑兔子的挣扎,把它全身都捏了一遍。 它肚子咕咕叫,我便把剩余的一些水果塞进它嘴里。 乖,我只有这些吃的了。 饿了就睡觉,睡着就不饿了。 黑兔子抬头盯着我,耳朵抖了抖,欲言又指。 啊,可爱的宝贝! 我忍不住猛亲它的小嘴。 它两腿一蹬,直接踹开我的脸,似乎遭受了极大的侮辱。 黑兔子缩到山洞的角落里,融入黑暗之中。 我回味着擦了擦嘴巴,便捂着咕咕叫的肚子,躺下睡觉。 半梦半醒间,怀里有些温暖。 原来是小黑兔夜里觉得冷,所以靠近了我。 我把兔子拎到胸前,把脸埋进它的小腹,闻着香喷喷的肉味入睡。 半夜,山洞外电闪雷鸣。 我叹息一声,又是暴雨。 我向小黑抱怨,怎么办? 我们会不会饿死啊? 我已经好多天没吃肉了,姐姐好可怜。 小黑眨巴着眼睛,伸出小舌头,在我下巴处挠了挠,又安抚般地把爪子搭在我的肚子上。 第二天,雨依旧未停。 我抱着膝盖,守在山洞里,心中有些胶着。 今早一睁眼,小黑就不见了。 找了一大圈,连一根兔毛都没发现。 它如此脆弱无助,肯定成了野兽的盘中餐。 想着,我便在雨中悲伤地大喊它的名字, 小黑啊,我的小黑宝宝,你死得好惨,我会永远记住你的肉味。 一道黑色的闪电小身影从雨中跃入。 小黑抖了抖兔毛,两只小短手揣在身前。 它的红铜静静地望着我,又看向带回来的半只鸡。 兔兔居然是伟大的猎手。 我嗷屋一声抱起小黑,反复查看, 发现它的小身体没有一丝伤痕,耳朵倒是有点发热。 快速钻目取火,我炖了一锅鸡汤和烤鸡腿。 小黑看见火,缩在我旁边瑟瑟发抖,一双眼睛里满是火光。 我左手啃着鸡腿,右手揉着兔宝宝,整个人生都满足了。 把肉丝成条,我塞进小兔嘴里。 在这个意识界里,兔子也是吃肉的。 小黑吃干抹净,顺带把我手心里的肉末也舔走, 连指缝里的都不放过。 然后抬头,用滚圆的眼珠看着我吃饱喝足后伸得懒腰。 闻到自己身上的味道,小黑,我们去洗澡。 他身形一阵,立刻缩成一个害羞的小团子。 这附近有个温泉,是我最近发现的。 池中热气腾腾。 我三下午除二就扒光衣服游进中心。 小黑呆呆地站在岸边。 我一把将他就进水里。 小兔子这么胆小,姐姐又不会对你做什么。 他浮在水面上,只露出湿答答的小脑袋和一双蕴满水汽的红珍珠般的眼睛。 我见油脸。 想到兔子猎手出去捕猎肯定一身灰。 我救过小黑,便将他全身上下仔细清洗。 哦吼,感受到一点小凸起。 我更加迅速地搓搓,嘿嘿,不欺负我家小黑了。 可他已经羞地闭上眼睛,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,哪哪都显得小巧玲珑。 我忍不住扑哧笑了一声,小黑,你怎么全身都小小的? 小小大这么小,怎么娶媳妇呀? 小兔子尖锐地叫了一声,飞速游上岸,晃头又抖毛。 他站在岩石上,气呼呼地跺脚,瞪了我一眼,就钻进灌木丛里不见了。 我笑得打嗝,悠闲地泡了半小时后,准备上岸离开。 身后却投下一片阴影。 这里怎么会有珍贵的雌性? 我被扛进了兽人窝点。 他们的相貌和人类相似,五官更加野性锋利,相貌英俊,个子却接近两米, 头上和身后都带有动物特征,散发着野性与力量之美。 把我带回来的是一头斑点豹。 他像妖公一般把我放在宽广的后背上。 这个雌性香喷喷的,要做我媳妇。 其他人炸开了锅。 小子,你在哪里捡到的? 我也要去。 他白白软软的,是不是哪个足逃出来的? 小雌性从黑森林里出来,却没受一点伤。 你不会是把哪个兽人的媳妇偷了吧? 那群金米糕的兽人闹哄哄的,地动山摇。 豹子兽人把我护住,一双蓝眼睛盯着我,认真的问, 雌性,你愿意当我媳妇吗? 见我沉默,其他兽人也围上前来,纷纷自荐。 狼人竖着耳朵摇尾巴,我很听话,每年都是打猎第一名。 羚羊兽人乖巧地展示身手,我们族类温和,也会照顾孩子, 绝对不让你动一根手指。 还有一条巨蟒游到我腿边,嘶嘶嘶地说,能满足你的一切身体需求。 听了上百个兽人自荐,我缩在斑点抱身下,嘴里半天挤出一句,你们能不能离我远点? 我都看不到天空了。 他们叹息一声,才揉着鼻子退后。 所有人的眼神都虎视眈眈。 我小声挣扎,能不能让我考虑几天? 慈兴,就一个晚上吧。 斑点抱满眼期待,今晚你好好休息,明天告诉我们结果。 实在难选择,其实全都要也可以。 够了。 我被他托举着,放到一处贵宾楼,里面铺着柔软的花朵,还有姜果和鲜肉。 慈兴,记得选我哦。 豹子趴在洞口看看我,又依依不舍地跳了下去。 我趴在窝里,眼眶带泪,感觉自己被迈进了深山老林,举目无亲。 等到外面天色逐渐变黑,一切都黑漆漆的。 这个部落似乎还不会点火,只听到附近兽人们睡觉的声响。 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,钻出了房间。 等会天亮,就要被兽人们逼着选伴侣了。 我要快点逃走。 距离地面足足有两米,我扒拉着树干一点点地往下爬。 刚踩到地板,后脖子一暖,有毛茸茸的东西戳到了我的身体。 我头皮瞬间发麻。 急救! 下一秒,熟悉的兔兔香扑进怀里。 她的眼睛在月色下红的透亮,鼓鼓的脸颊肉贴近我的脸。 我的小黑! 我无声无息地抱紧这个异世界里唯一的伙伴。 她低声发出不满的哼哼声。 谁敢抢我媳妇? 一声狂暴的叫声从不远处冲过来,是斑点抱。 她从瘦身瞬间变成人身,强劲有力的腰腹展露无遗,蓝色的眼睛在月色下悠悠发亮。 这就是丛林里危险的野豹。 我抱紧了柔弱的小黑兔,把他藏进怀里,绝不能让他被这群野蛮的兽人伤害。 部落里的人陆陆续续醒来,他们围在我们四周,眼神在黑夜里,显得更甚人。 斑点抱见我抱着一个物体,声音委屈,慈性,你是想提前做选择吗? 我是部落里除了老大以外,最英勇的兽人。 你跟我一定能吃饱饭,我们的孩子也会是部落里最健康勇敢的。 怀里的小黑兔似乎很恼火,一直挣扎,还张嘴咬了咬我的小腹。 眼见周围的兽人黑压压地凑近我,我急得眼眶发酸。 快选我吧,媳妇。斑点抱小声请求。 我看着他硕大的躯干像一堵墙,几乎要压扁我。 不可以啊。 我疯狂摇头,直接破罐子破摔。 我将小黑兔高高举过头顶,大声叫道,我和兔兔才是一对,你们别争了。 他们定睛一看,身体猛然哆嗦,似乎在生气。 我怕受人不信,在黑兔脸上疯狂亲了几口。 看到了吗? 我只喜欢这种小小的,很可爱。 看清了黑团子,斑点抱脸上煞食没有了血色。 他瞳孔一震,迟疑几秒,僵硬的屈膝跪下。 身后黑压压一片兽人也应声匍匐在地上。 在我茫然时,小黑兔滋滋一声,声音傲娇。 斑点抱呀声请示,老大,您回来了。 其余兽人爆发出恐惧的声音,老大,你怎么被雌性抓了? 我们不知道它是您的,不要惩罚我呀。 我有眼无珠,不知道是嫂子啊。 我这么香,这么软的无害小兔子,怎么成了野蛮人的老大? 小黑兔叫索恩,是这个野蛮部落的首领。 一旁的兽人进行解释,老大在半个月前中了毒,于是变回了兽身。 他进入黑森林寻觅解药,然而要没找到,却找到了媳妇。 不愧是老大。 小黑蜷缩在我的怀里,骄傲地扬起脑袋。 想到怀里的并非兔子,而是一个成年兽人,我不敢再随意触碰它。 可兔子的脑袋却凑过来,不满足地咬了咬我的手指。 他抬头哼哼着,一旁的兽人翻译道,老大很生气,质问你为何不抚摸它。 兽人还补充道,老大在人形状态下是部落里最高的,肌肉皆是强壮,模样也是所有部落中出类拔萃的。 您的孩子必定是部落里最为英勇的兽人。 这里真是民风豪放。 面前跪着一群兽人,一个个都能将我踩扁。 怀里这只小兔甚至比他们还要强壮,我瑟瑟发抖,不敢再想象下去。 班典报忽然抬头问道,马上就到一年一度的兽族聚会了,您若再不恢复原身,他们会抢夺您的位置。 他目光快速地瞥了我一眼,还有您的雌性。 所有人都虎视眈眈呢。 兔子炸毛了,他在我膝盖上站起身,和那群兽人用兽语交流了一番。 随后,他在我脸颊旁,认真的舔了舔,圆乎乎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。 兔嘴巴叫了几声,翻译马上跟上,老大说他带几个部下重新进黑森林找解药,让您在部落里休息。 等他凯旋归来后,老大就和您举行仪式,结为伴侣。 啊,这种事情不要啊。 我只是把小黑当宠物,我的拒绝不敢说出口,因为他们一群人黑压压一片。 对了,老大叫索恩,他希望听到你叫他的名字。 我轻声呼喊,好吧,索恩。 小黑兔耳朵一抖,柔软地搭在我的掌心,红红的眼睛里满是不舍地看了我一眼,就跳到地上,点了几个兽人一同出发。 索恩停在斑点豹面前,用小肉垫踩住豹子的手,语气恶劣。 斑点豹垂下眼睛,很勉强地起身跟索恩离开。 豹子回头盯着我,嘴里留下一句,等我。 心里有不祥的预感,但是我的生命更重要,我不会等任何人,今晚就跑。 我在这里没有任何行李,但逃跑需要食物。 我旁敲侧机找到负责食物的兽人。 他是兽人,雌性负责管理仓库。 两米高的仓鼠兽人低头看我,小东西,每天只能领一份食物。 旁边有个兽人抬头看我,好弱啊,这种人就不要给他食物了。 他这个身体,怎么承受得住? 老大那群蠢货,还一直争他。 这种弱小的雌性,简直是累赘。 听到他的话,有几个兽人也打量了我几眼,确实,弄一下就死了,和踩死蚂蚁一样。 除了有张脸,忠看不忠用。 我畏畏缩缩地接过仓鼠兽人的一袋粮食,谢谢你。 他也不理会那些说坏话的兽人,对我说,兽人忠诚,一辈子就认一个雌性。 你好好保护自己吧,别让老大受伤。 不会的,因为我要跑路了。 大白天不方便跑,我打算等到夜晚。 因为天黑了,他们也不会用火,就看不清我的动向。 夜晚,兽人们陆陆续续回屋休息。 我背着小包裹从索恩的窝离开,准备钻出部落外围。 一声诡异的声响吓了我一跳,我瞥见几个黑影在部落外蹲着,不是索恩部落的人。 入侵者喉咙里发出咕噜咕噜的兴奋声。 索恩部落里的人睡得早,如果被突然攻击,肯定死伤惨重。 我跨出去的步子一顿,手里的食物沉甸甸的。 我还是回去通风报信了。 索恩的部下一个个如临大敌,化成巨大兽身,跳出部落追捕敌人。 我松了一口气,准备第二次跑路。 毕竟这时他们的警卫力量也薄弱。 我还没走出几步,就听到梁仓那边传来尖叫声。 是仓鼠姐姐。 原来是吊虎离山,敌人支开了精锐力量,又派了一堆人抢食物。 我赶到仓库时,一群陌生兽人正包围着仓鼠姐姐,她打伤了几个,却也受伤倒地。 滚啊! 仓鼠姐姐看到我,朝着群兽人大喊,也威胁我赶紧跑。 我们莫掏出兜里的珍贵防狼喷雾,不要小瞧我呀。 凭借着五十米冲刺,我跳起来精准喷鸡。 见我矮小,那几个兽人对我毫无防备,被喷得呱呱乱叫。 哎呀,我被小虫子攻击了。 刚刚是什么? 小猫冲出来了。 救命啊,首领。 身后幽深的草丛里,借着月光,一头巨狼缓缓起身, 他伸展身子,变成了一个高大的长发兽人。 狼人通红的双眼冷冷地盯着我,愚蠢的东西,输给一个废物小雌性。 我默默抬手,朝他喷了几下,狼人匆忙退后,也呛了一口气。 他邪魅一笑,露出尖牙,那只兔子眼光还不错,你很有趣。 下次见。 张牙舞爪的猫咪逃跑失败,我窝在索恩的巢穴里,闻着他毛茸茸的气味休息。 其他兽人回来后,用古怪而畏惧的眼神盯着我。 仓鼠兽人负伤休息,额外送了几袋粮食给我当作谢礼。 而那几个说我坏话的兽人,也黏黏地跑到门口来,探头探脑,留下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,道歉就跑了。 半梦半醒间,有一双手臂把我拉入怀里。 我太困了,也懒得动,枕在柔软的皮毛上睡得很舒服。 早上醒来,小黑兔躺在我的肚皮上,用湿漉漉的眼睛看向我,里面酝酿着怒火。 索恩狠狠跺脚,把爪子拍在我嘴巴上,小嘴巴疯狂输出。 一旁的兽人翻译,老大说,你下次再不顾自己的安全冲动行事,就把你锁起来。 你这么小,等会被吃掉怎么办?果然,还是要把你绑在身上。 我安抚索恩的脑袋,他愤怒地转过屁股,又回头把脸贴到我手上撒娇。 我问其他兽人,索恩没找到解药吗? 斑点报出来回答,找到了,但被全部销毁了。 只有一点残渣,老大吃了,但很快就失效了。 果然昨晚是索恩。 回想起那个宽大发烫的胸膛,我面颊发热,真的太大了,我害怕。 斑点报在外面继续说,狼不落说了,如果让你,索恩的嘶吼喊住了报兽人。 他很生气,吓得其他兽人都畏畏缩缩地退下。 我揉着索恩的耳朵,忍不住吼道,乖兔兔,别凶嘛。 他哼吃哼吃扑到我脸上咬了一口。 等索恩睡下,我扒开小兔的手,爬出巢穴。 外面斑点报在等我,他憨笑微笑。 小雌兴,我可以送你逃走,但你得帮我一件事情。 报兽人真好,让我陪他给索恩拿解药,然后就可以送我走。 狼不落的人很好奇你,要见你才对。 我们要救老大。 报兽人耐心解释。 我点头。 很快,就在不远处看到了几个高大的兽人。 他们头顶全是毛茸茸的狼耳朵,猥琐的人背对着我,肩宽腰窄,长发披肩,狂野又优雅。 怎么有点眼熟? 听到脚步声,他们的首领回过头,侵略性的目光直勾勾地看向我。 小猫咪,你来了。 那天之后,我一直记着你的味道,好香。 哦吼,事情不对劲。 我后退一步,小声呼喊报兽人的名字。 报兽人拿过草药,会有些不好意思地看我一眼,反正你是老大的雌性,我又享受不到,还不如拿来换取老大对我的信任。 老大那边我就说,是你贪图狼部落的强大,弃暗投明。 随后他化作兽形就飞速离开了森林,留下我和狼部落的人面面相去。 等会儿,我被坑了,还被造谣。 我迅速掏出防狼喷雾,可对面首领速度更快,他一把拽住我的手腕,拉进怀里,摁住。 慈性,我也可以满足你,不要想那只小兔子了好吗? 狼部落位置在高处,风景确实很好。 狼人把我放在肩膀上,他捏住我的小腿和脚腕。 你的名字呢? 慈性整天被叫慈性确实不好听。 我只好说,桑安。 他咀嚼着这两个字,一边揉我的膝盖,一边低声喊,桑安,安安好可爱。 我汗毛倒树。 他吻了吻我的膝盖,叫我雷诺。 不,你叫我亲爱的。 我不想叫。 等待一秒,他就亲一口,我的皮肤都被搓热了。 我只能耿着声音将应道,雷诺。 他沉沉地盯着我,又倾蜓点水般亲了一下。 亲爱的雷诺。 总算住嘴了。 他心满意足把我带到部落正中心,向所有族人宣布,这是我的妻子,你们的主人。 所有狼兽人嗷呜一声,炙热的目光围绕住我。 才出兔哦,又进狼哦。 我捂着脸不说话。 雷诺的声音蛊惑。 安安,下个月陪我去参加一年一度的部落聚会吧,那只兔子也会来。 他饿趣味地捏住我的腰,让他看看,你是我的小雌性。 我忍不住一脚踹开他。 雷诺的脸上留下一个脚印,他狭长地受眼眯了眯,不错,再踢一次。 狼族首领蹲下屈膝,跪在我面前,他抬起了下巴。 嗯,我都发情了,你忍心不理吗? 疯狗。 被逗了几天,我气得红脸缩在他的狼窝里。 雷诺像逗动物一样捏我的耳朵。 我终于体会到小黑兔当初寄人篱下的感觉,很羞辱。 外面传来狼笑,他面色一变,出门前让我躲好。 有东西嗅着味道来了,说不定要把你吃掉,快躲起来。 我手里没了防狼喷雾,立刻在雷诺的巢穴里藏好。 紧紧露出一双用于观察的眼睛。 外面传来一阵野兽的争斗声,喧闹之中有一道身影从洞口一跃而下, 还没看清是什么,脸上就被甩了一团毛。 咦? 我看到了一双红色的眼睛,是索恩兽人。 翻译从巴掌大的洞口探出头来,老大说不要用你去换解药。 他就算一辈子是只兔子,也不能牺牲他的媳妇。 我心情复杂,拎起索恩两只短短的兔爪子。 他呜呜叫着要来亲我的嘴。 索恩比那头疯狗可爱多了。 小小的,一辈子这样也很可爱。 我心中痒痒的,刚想跟他们走,一个庞大的身影扑进来,把兔子拍到一旁。 雷诺瞬间从狼变成两米多的瘦人,把我牢牢地卡在双臂里。 来我这里抢人。 索恩站在翻译头顶,冷冷地滋滋叫了几声。 翻译道,老大说这是他的媳妇。 雷诺在我耳边小声说了一句话,然后放开我的手,让珍贵的磁性自己做选择吧。 我犹豫再三,退后一步,牵住了狼兽人的手。 索恩圆溜溜的眼睛瞪得滚圆,他双耳垂下,兔子两腮也扁了下去。 乌,翻译迟疑片刻说道,老大问你是不是被威胁了? 他很强的,只要你回来,无论摸哪里,他都给。 雷诺的指尖勾了勾我的手掌心。 我只能硬着头皮说,索恩,我真的想留在这里。 话音刚落,黑兔子猛地转身跳出洞穴。 翻译尴尬地看看,我们俩卡顿了很久才把头衣了出去,雷首领新婚快乐。 我回头问雷诺,你说的是真的吗? 他温柔地笑了笑,当然,毕竟这里也曾来过一个雌性,他就是靠这个方法离开的。 我立刻问,告诉我吧,谢谢你,雷诺。 他贴到我的身上,不行,你得多陪陪我。 既然那只兔子这么喜欢你,我也想尝尝你的滋味。 见我表情难看,雷诺补充道,陪我一个月,乖乖的。 雷诺没有做出格的举动,顶多把我放在肩膀上,带我到处看领土,像溜狗一样。 快入冬了,部落里的粮食开始库存见底。 很快,我听到了部落里的闲言碎语。 之前的首领不就是为了一个雌性,玩物丧志。 那个女的走了,前首领还发疯似的去找,最后瞎眼死在黑森林里。 雷诺最近都很少出去打猎了,不会是被这雌性勾住魂了吧? 我假装睡觉,伸长耳朵听他们的讨论。 雷诺似乎也回来了,他笑着打散他们的谣言,什么呀? 我只是好奇那兔子看上什么货色。 我都没有碰他,感觉他像蚂蚁一样,太弱了。 而且我希望他赶紧回去,不然我的对手每天想着雌性,都不想打架。 虽然被这样讨论有点不爽,但我还是欣慰地翻身。 雷诺很好,那我就陪他玩玩游戏。 天黑后雷诺也没有回来,我感觉脑袋很重,继续晕乎乎地睡觉。 半夜,一双手贴近我的额头。 真弱,生病了。 我被裹在狼毛里,热得一直挣扎。 雷诺安慰道,行了,睡吧。 这样能快点降温。 后半夜,我几乎睁不开眼睛,他语气有些焦急,说要去找药草。 我迷迷糊糊之间,看到一团黑影蹦到面前。 小黑,索恩。 肉乎乎的小爪子,估摸了下我的体温,随后塞了一把草进我的嘴里。 我全身发软,随便咬了咬。 索恩似乎很生气,用手拍我的脸颊。 然后,他耐心地塞了一颗甜甜凉凉的果子进我嘴里,入口即化。 我的身体立刻觉察到了凉意。 他快速又塞了一块碳香烤熟的鸡肉进我嘴里,这是在学习我的手法。 你怎么知道,我饿了? 我烧得脑子发昏,抱着他一把鼻涕一把泪,这几天我快饿晕了,他们怎么都吃剩肉啊? 忘了我应该自己烤东西吃,就是怕火会吓到那群狗子。 兔子捏住我的嘴巴,威胁我又吃了一堆烤肉。 他揪住我的下巴,我居然看懂了他的眼神。 和我走。 我晕乎乎地捏着他的脸,摇头叹气,不行啊,我要回家。 这里不是我的家,没有游戏,没有奶茶。 他恶狠狠地咬了我一口,似乎还想说什么,可草药发挥作用,我直接睡着了。 在醒来时,是雷诺坐在旁边,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 偷吃也不擦嘴。 那只兔子真心疼你,把他唯一的保命果子也拿出来了。 可惜了他,下次受伤可就危险了。 1月之期快到了,雷诺说的部落聚会就到了。 我被雷诺用整个部落最昂贵珍稀的布料包裹着,他心满意足,还在我头上叠了几朵花。 你今天是最美的雌兽。 想着可以回家,我也懒得挣扎。 我打个喷嚏,被他放上后背。 化成兽型的巨狼长笑一声,带着一群布吓奔向聚会地。 还没到现场,就听到了各种嘈杂的受叫声。 每次聚会,是各个部落唯一和平相处的时间段。 这个时候,也是雌兴们挑选各部落雄兴的时候。 雌兴可以自由选择他的伴侣。 雷诺似乎心情很好,和我分享兽人的习俗。 狼族部落太张扬,他们直接跟着首领想占据最高位。 可是高位上,已经坐了一个挺拔高大的兽人。 他逆光坐在巨石搭建的庞大王座内,纯黑头发,头顶垂着一对兽耳,身形轻俊,腰腹强劲有力。 四周的兽人都是大块头,冷冰冰地朝我们看过来。 我们一眼想看清他的脸,却被雷诺掰住下巴。 他凑近脸颊,低声说,今天你只能看我一个人。 一颗果子丢过来,狠狠砸中狼族首领的头。 王座上的男子笑道,哎呀,不小心手滑了。 雷诺也不气,笑眯眯地牵起我的手,放到头上按。 亲爱的,帮我揉揉。 我听到王座石块碎裂的声音,还有咬牙切齿的声音。 狗啊,你这个女人怎么有点眼熟呢? 像一个抛弃我的冷血雌性。 我疑惑地看去,总算看清了台上的兽人。 不同于雷诺的张扬,他五官俊秀,双眸是兔子般的红粉色,敏唇冷笑着,有一种傲娇的野性。 但他一对毛茸茸的兔耳朵竖起,已经炸毛,手臂肌肉轻筋爆出,紧紧摁住拳头,眼神对我恨之入骨。 身边还站着老熟人,斑点豹,还有小黑兔部落里的兽人等等。 他就是小黑兔索恩。 没有想象中的超大块头,而是脱衣显肉的野性身材。 真正的坏蛋,暴兽人淡淡地瞥了我一眼,仿佛和他无关。 雷诺单手还住我的腰,语气暧昧,雌性喜欢强者,不是吗? 兔子兽人面无表情。 下一秒,聚会的兽人中发出一声叫声。 背后森林里传来万兽奔腾的声音。 黑森林的异兽提前发狂了。 雷诺表情一僵,他伸手想抓紧我,却被慌乱的人群冲散。 我张狂地大喊雷诺的名字,他还没告诉我怎么回家呀。 我可不能死在这里。 我像洗衣机滚筒里的袜子,被四周高大强壮的兽人甩得晕头转向。 一条手臂迅速把我从人群中拽出。 没看清救命恩人,我就被扛在了他的肩膀上。 腰腹被割得有点疼,我小声哼哼。 那人冷笑一声,又把我重新抱到怀里。 娇气,没有我,你早被踩成肉饼了。 熟悉的毛茸茸的气味,我看到索恩的下额线条绷紧。 他灵活地踩着其他兽人的头,轻松地跳到高树上。 我抱紧他的腰,被吓得到稀凉气。 站稳之后,索恩目光冷嗖嗖地披上我的衣服,还有头顶的花,一直叫他的名字。 你就这么喜欢他?每当我开口,他把头狠狠埋进我的颈窝,鼻子像野兽般疯狂秀着,牙齿像他还是兔子时一样抵住我的皮肤,克制地咬了咬。 你都把我看光了,我的所有地方都被你碰过了,不想负责吗? 我被索恩咬得脑子乱七八糟。 他像饿了几个月的野兽,把我乐在怀里,嘴里还发出不满的哼哼声。 坏兔子。 一个声音提醒道,老大小雌兴要窒息了。 黑森林的异兽已经都赶出来了,天黑后,要笑就会过去,他们就会回朝。 幕后元凶,兔子兽人点头,然后还是没有放开我。 见我竖起耳朵,听他们的计谋,索恩把脑袋贴在我的手掌里,用柔软的兔耳抹撒手指。 他说,怎么这样看我?我从来不是什么好兽。 我说过了,你不乖,就把你锁起来。 手腕和脚腕一凉,索恩笑着给我戴上结实柔软的绳结,上面还别上小白花。 他亲了亲花朵,仰头看我,满眼期待,你喜欢兔宝宝吗? 啊!我疯狂摇头。索恩的脸色却逐渐阴沉,他红色的眼睛凑近我,记得吗?那天你吃了我的果子。 那是首领给伴侣吃的,你只能和我在一起。 自那以后,索恩日复一日地缠着我,把我当初对他做的事情统统重复了一遍。 他坏笑着说,你不是很喜欢这样吗? 我埋手在他的肩膀上,闷闷地说道,我要洗澡。 索恩哼了一声,拥着我想去他自己的池子里。 我补充道,想去黑森林那个温泉,就是第一次和你一起洗澡的那个地方。 索恩耳朵愉悦地竖起,笑眯眯地啃着我的脖子。 趁他不注意,我朝通风暴信的小狼眨眨眼,他很快在草丛里消失不见。 雷诺言出必行,他悄悄托人告诉我,去黑森林,他会送我离开。 月圆之夜,我听见远处山岗有狼在嚎叫。 夜色下,索恩的身影朦胧。 他站在温泉边,头发湿漉漉的。 他将我的手放上他的肩膀,一路引导。 安,你想怎么处置,我都可以。 我看着他红彤彤的脸,心里有些愧疚。 吃了他这么多饭,现在我又准备走了。 见我不说话,索恩有些不开心。 他如同炫耀一般,仔细看我的本体,可不像兔子那样小巧,能讨到媳妇的。 我鼻子一痒,鼻血涌了出来。 索恩一慌,想要替我擦脸。 等等,我去擦一下。 你在温泉等我。 我找准时机爬上岸,可索恩却一脸警惕地抓住我。 黑森林很危险,你就在这里。 我立刻温柔地亲了亲他的嘴,把他修得直接变回了瘦身,在水面上一沉一幅。 唧唧。 他小声盯鸣,快去快回。 我顿入森林,很快就看到了不远处站着的雷诺。 他一边的眼睛似乎被打肿了。 雷诺张扬地咧嘴一笑,趁着兔子泡在温柔箱里,我走到目的地。 我忍不住问他为什么帮我。 雷诺笑眯眯地说道,喜欢不就是成全。 见我不相信,他也不解释,好吧,就是想气起那只臭兔子,把他的媳妇送走,让他孤独终老。 我感谢他这些天的帮助,毅然走进了月光下的光圈中。 和我迷路时一样,慢慢地我听见了神奇的鸟叫。 身后雷诺的声音若有若无地传过来,不知道在说什么。 我很快就看到了人的灯光,一支旅游队和我打了照面。 雷诺的方法奏效了。 我回头看,背后已经没有了诡异的森林。 小黑兔是不是还在泡澡呢? 不再细想,我跟上人的队伍,回到我的世界。 我给索恩留了礼物,也算是补偿,希望他忘记我这个过客。 番外,小黑兔的异事件冒险。 索恩走出温泉,他的脸色阴沉。 所有部下都说找不到那个雌性了。 老大,他是不是被雷诺抓了? 话音刚落,雷诺从背后的森林里走出。 看着那只狗微笑的神情,还有眼里莫名其妙的失落,他心里的预感越来越不妙。 他揪住雷诺的脖子,问他,人去哪里了? 回家了。 他家在哪里? 索恩已经想好,他会用最快的速度处理好部落的事情,然后去抓人回来。 这次要把他真正地锁起来,无论他怎么求饶。 该死的骗子。 雷诺摆手,说出的话却让他浑身发寒。 你知道吧,我们前首领的雌性,他们都是回去自己的世界了。 这里不适合他们。 想到那个疯疯癫癫的狼首领,后来死在黑森林里,他还曾当笑话听过。 索恩迅速有力地捏断狼的锁骨,丢到一旁。 他背过身,一旁的兽人哆哆嗦嗦地给他一样包裹好的东西。 老大,这个好像是给你的。 索恩垂着耳朵,默默地盯着那一瓶写了古怪符号的圆柱形物体。 上面,有个狼的图案和一个红色的叉。 这就是那个雌性的防身武器,甚至能对付一群兽人。 他给自己留了好宝贝啊。 索恩捏住礼物,眼尾酸疼。 无论在哪里,他都要把人抓回来。 不记得是第几次走进月夜的黑森林,索恩化作圆形,坐在月光的圈圈里。 他一次次失望,只是不想承认自己永远也找不回伴侣了。 这次又失败了,小黑兔默默起身,却听到背后传来奇怪的响动。 那时光,他快速追了过去,发现了奇装异服的人。 呀,有只小兔子真可爱。 索恩难掩心里的惊喜,跟上人群,义无反顾地闯进他爱人的世界。 经历被抓进宠物店、餐厅后,索恩学会了化作彻底的人形,藏起自己的耳朵和尾巴。 这里的食物不能靠墙,要获取一些纸片才能买东西吃。 他从一开始的茫然,再到靠拳头,光明正大的吃饭。 兔子有的是戾气。 等他爬到足够高的山,他就会看见自己最后一场比赛。 索恩站在擂台厅裁判呼唤自己的名字。 十连贯泪主,小黑。 他熟练地抬手回应人的欢呼。 在那个瞬间,一股熟悉的气息让他的兽性无限放大。 那股气息像一阵召唤,平时他总是沿着城市的每条路去找,却一无所获。 现在索恩心脏砰砰跳,觉得兔子尾巴快要藏不住了。 他马上锁定了桑安。 没有新的雌性,在人群中嘻嘻哈哈,一脸没心没肺。 好气! 他接过奖牌,忽然拿起话筒。 全场一阵安静,等待着这位新秀拳击手发言。 黑发的俊秀男人在台上咧嘴笑,A19号的女生,恭喜你中奖了。 桑安左顾右盼,指了指自己。 他在认真看青台上拳击手的脸后,表情慌乱。 索恩跳下擂台,一步步逼近他的猎物。 礼物是我,你要不要我? 至此,全文完。 感谢观看。